货币就可以上网购物 或者是只用平板电脑 就可以看到世界各国博物馆的历史文物吗 一连三天在花博征验馆所展出的 2018未来商务展 集合台湾数百家的企业 希望共同打造出未来世界中的商业市场 前方空无一物 但是在平板电脑上 却出现了巨大的古埃及国王雕像 随着平板的转动 实际的雕像文物真实出现在画面上 3C科技业者利用AR技术 只要观赏者扫描图样 不用千里迢迢飞到国外的博物馆 就能看到当地的展览品 有些展品它没有办法出海 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近距离的观赏 这个展品的时候 AR这个方式它就可以很近的观看 你不用担心破坏展品 偏远地区的学校啊 或者是家庭里面想要教育孩子啊 那可以透过这样子的狠心 一只手机然后一个图像 然后就可以来就是来 做一个艺术教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 看似一块再平常也不过的小型充电器